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是中国同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所有国家 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国和立陶宛建交联合公报中清晰载明 立陶宛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立陶宛政府承诺 不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 但立方一再违背承诺 是赤裸裸的背心弃义 对于立方有关人员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恶劣挑衅 中方将坚决回击 我们敦促立方有关人员 不要继续充当台独和反华势力的棋子 更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 acab了 不 acab了 不竟然会尽不尽 不然我外国主权和领土一行 不妨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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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妨防